酷包 酷酷的 我们每一次想到很酷的人 我们会觉得 他一定是戴着黑色的墨镜 穿得非常的整齐 很smart 然后拎着一个包包 就像这只猫一样 可是这只好酷的猫呢 他好像没有戴上黑眼镜 他没有戴上墨镜 那为什么他会是一只 很酷的猫呢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本绘本 这绘本呢 画画的作者 是来自美国的 诺尼霍格罗金 为什么 他没有文字的作者呢 因为啊 这本绘本很特别哦 它里面啊 没有文字 只有美美的图画 好 现在就来开始这则故事 叫做 好酷的猫 那位小朋友看一看 这真的是一只挺酷的猫咪 你看他手上拎着是一个 金闪闪的行李箱 诶 究竟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只猫咪要去哪里呢 我们来看看 哎哟 这画面上的这地方啊 看起来像是一个被荒废的土地 好久好久都没有人来了 你看你看 它只剩下什么呢 剩下折断的树木 然后呢 到处一片灰蒙蒙的 哎哟 地上还留有人们留下的垃圾呢 你看有个空罐子 嗯 不行不行 这个地方啊 有点脏哦 这个时候 猫咪来了 它在那个地方 转来转去 好像在找些什么 小朋友 你们觉得 它在找什么呢 这猫咪好奇怪哦 它躲到那个石头后面 在那边找啊找啊 可是就不找到它在找什么 我们来看看 哦 这一只猫咪啊 就是那一只 好酷的猫 猫咪在那个地方呢 找呀找呀 可是它什么都没有找到 倒是啊 它在那个断了的树木后面 发现了一盒 用剩下的彩色颜料 哎 猫咪把它打开 仔细一看 哎 小朋友们你看 里面有什么 哦 好像有用剩下的颜料哦 哎 我们来近一点点看有什么 哈 对了对了 大家猜对了 里面呢 有用过的颜料 有一些颜色还剩下很多 可是有一些颜色呢 好像已经快用完了 哎 还有两块抹布 哎 还有可以上色的彩色笔 哦 猫咪一看啊 嗯 它想了一想 它决定 要给这个地方填上颜色 于是呢 它就先看一看 哎呀 绿色剩下很多 它就拿出了绿色 然后呢 小猫咪看了一下它的周围 它决定要在这个地方 先画上一株绿色的小草 它就画呀画呀 画了两片的叶子 然后继续的找绿色 把这个小草给上色 这个时候 旁边有一只小老鼠 它在一旁 很专注地看着猫咪在画画 小老鼠的后面呢 还是有一些人家丢弃的垃圾 看来呀 这个地方真的是很久没有人来咯 接着呢 嘿 猫咪好可爱 它抓起了那块白马布 它干嘛了呢 你们看它干嘛了 它呀 把那个灰灰色的天空 呃呃呃呃呃呃呃 擦一擦 耶 你们看 蓝色的天 在它这么一擦 露出来了耶 可是只有一点点 好 我们再看下去 这小猫咪呢 擦了一点点的天空出来 有一点亮了 有一点光线了 好 它就继续画了 哦 这一次它画了好多的叶子 叶子开始越来越茂盛了 各位看到了没有 小老鼠在哪呢 嘿 小老鼠也来帮忙了 它手上拿着那个画笔 而画笔上的颜色 看到没有 什么颜色的 红色的 对了 那你觉得小老鼠要干嘛 嗯 它一定是觉得那米太多绿绿色的草了 树虫了 所以它决定要给那个地方画上美丽的小花 你看小老鼠的画笔上是红色的颜料哦 它就一点一点一点的开始给那边补上小花了 这个时候 小白兔一蹦一跳的出现了 哟 小白兔看着猫咪跟老鼠在那里干什么呢 它再靠近一看 哈 它也加入了这个甜色的队伍了 小白兔呢 过去跟小老鼠合作 它们决定呀 要把这个绿色的丛林填上很多红色的小花 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漂亮 这个时候 来了第二只动物了 不对 一二三 第四只动物了 大家觉得那是什么呢 你们来猜猜看 这个时候什么动物会出现呢 咦 小鸟来了 看红色的小鸟来了 它也在那里一直专心的看 接下来呢 小鸟也加入了画画的行列 而它更聪明 因为小鸟能飞 它可以把更高的天空擦亮 所以呢 它拎着抹布就往天空上面飞去了 然后呢 把灰灰的天空慢慢慢慢的擦亮起来 猫咪呢 这个时候已经移到另外一边去了 继续啊 用它的绿色的颜料 给这个地方画出很多很多的树叶 很多很多的小树虫 没有多久 又来了一只松鼠 这个时候 猫咪啊 已经完成了另外一边的树林了 兔子 老鼠 继续补上它们的小花 而小鸟呢 你们看 天空已经快要被擦干净了 整个天空啊 是蓝色的一片 还有一点点的白云呢 哎呦 这个时候 你们看 谁来了 在地上那里爬呀爬呀 那个是什么呀 乌龟 是乌龟啊 它爬呀爬呀就爬了过来了 大家呢 决定啊 为这一只小乌龟 画上一条小溪流 那么乌龟就可以很快乐的 在里面游泳了 当然 还有其他的新朋友 一个一个的加入 我们来看看还有谁 咦 多了两只小鸟 对不对 还有多了什么东西 你们看到没有 里面 好酷的猫在了 老鼠在了 白兔在了 松鼠在了 红色的鸟在了 还来了两个他的朋友 一只乌龟 有没有发现 还有一只动物呢 青蛙 对了 它躲在哪里呢 你们的眼睛太厉害了 比老师还厉害 老师我啊 可是找了很久很久 才发现它的呢 它在左下角的 那个猫后面的小角落 各位看到没有 那边还有一只新朋友 你看 这小溪流画好咯 真好 动物们都好开心咯 尤其是青蛙跟乌龟 因为它们又可以下水去玩咯 那这个时候呢 每一只小动物的手上 都握着画笔 大家继续努力着 哦 又来了一只 鸭子也来了 可是颜色都上完了 那鸭子要干嘛呢 它大概是一个客人吧 各位看看 好棒的一个颜色 好棒的一个画面 终于啊 大家都一起完成了这个上色的任务 大家把画笔交回给小猫咪 小朋友们 大家再仔细的想想看 这个地方 刚才还没有上色之前 有什么不一样呢 哦 刚才一点颜色都没有灰灰的 脏脏的 可是呢 帮它加上颜色了之后 整绑这个地方变美丽了 有色彩了 看了就开心 嘿 这个时候 小猫咪也完成了它的任务 它准备要离开了 动物们就跟小猫咪说 再见咯 再见咯 好酷的猫 小猫也说 好 再见咯 所有的小朋友们 小动物们非常的开心 这个原本灰灰脏脏的地方 就这样 因为猫咪开始带领大家去上色 所以呢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漂亮了 你看所有的小朋友 小动物们都非常的开心 他们手牵着手 在那里跳起舞来 猫咪呢 它拎着它的颜料香 继续在这个树丛间 寻找美丽的颜色 它累了呢 就把草丛当成床 呼噜呼噜的睡着了 这个地方啊 因为小猫咪的一只画笔 一点颜料 开始有了生气 蜜蜂蝴蝶都来了 大地的原色越来越多了 哦 嗯 真好 各位小朋友 如果哪一天 你觉得 嗯 自己今天的天空也是灰灰的 心情不是很好 那没关系 你就学小猫咪 拿起颜色笔 给自己的天空上色一下 哎 那你的天空 就会开始充满色彩咯 或者你有朋友 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 爷爷奶奶 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 不要心情不好 把你的颜色笔借给他 让他也为自己 那个不好的心情 填上颜色 然后他就会变成 彩虹的天空咯 嗯 这么做 你就会跟这一只 好酷的猫咪一样 真的是太酷了 希望小朋友们 都能是一只 最酷的猫咪 好啦 故事说完啦 哈哈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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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